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百看影谈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日本电影《鱼行路》 片头就是道德绑架男主强制给老人让座 男主让座之后走路腿切是瘸的 下车之后公交车看不到的地方男主又不瘸了 这个开头奠定了本篇罗生门的基调 之后是他去看守所看望他的妹妹光子 通过谈话得知光子犯的事是虐待小孩 晚上光子睡觉的时候许多的手在他的身上 不知道这一幕暗示着什么 男主在报社工作开始深入调查一场灭门案 在案发现场附近碰到的人对这家的评价是和美 根据死者朋友采访死者的工作压力很大 而他们公司的女性员工是给他们挑老婆的 这个可以说是很屌了给工作还送老婆 死者认识第一天就和女方上床了 却说不喜欢那个女生不喜欢别个人家睡啊 而这个朋友把跟死者睡过的女方也给睡了 然后卑鄙的找个女方错误的借口把对方给甩了 最讽刺的是为何这样的好人会被杀呢 光子在医生这里治疗揭开了他的童年 妈妈不管都是哥哥在照顾他 根据老板娘的采访死者中的女生就叫做女神吧 相貌气质都十分出众 从学校里外部生打入内部生 女神带着老板娘进入内部生的圈子 却在里面看到了男朋友 男朋友因为女神跟老板娘分手 老板娘抱走了 先是给男朋友一顿打 然后和女神互删耳光 老板娘却说他还不是最惨的 但看之后男主接到一通电话 根据这个女生的消息 死者试图通过女生认识他做生意的爸爸 开展自己的人脉 而女生的条件是当他的男朋友 死者答应了 死者是一个野心家拿到了内定名额 但是是通过别的女生拿到的 这难道搞定女人有一套啊 死者非常自私了 然而死者却凭借实力进入了另外一家公司 男主从小父母离异 母亲改嫁 兄妹还被父亲虐待 光子从小学开始被父亲强暴 高中的时候 男主才把父亲揍了一顿 停止了这一切 而光子现在是未婚生子 孩子的父亲也不知道是何人 老板娘再次联系男主 光子也和医生倾诉 原来光子也是那所等级学校毕业的 光子想当上流人 却遭女神利用被富二代玩弄 甚至被女神不断地介绍给许多的富二代 有一次还是两个男的 一个好女孩就被这样毁了 美丽是一种优势的同时 也会伴随着许多诱惑 而一个单亲家庭出来的女孩子 在社会上层阶级上升的渠道 好像是看不到的 光子一直想要小孩 生了孩子却不知道如何去爱 偶然光子碰到了女神 对方美满的家庭和冷漠刺激到了他 于是他杀了对方一家 而此时医生告诉他 他的小孩死了 律师来到了光子母亲家里 在母亲的话里 发现了兄妹之间的不伦恋 这个小孩的父亲就是男主 这个结局可以说是非常的令人震惊了 而光子说 我最爱哥哥了 在这个罗生门里 有可怜人 有可恨的 自私的人 却没有什么好人 在这个社会上 遵循本心真的好男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